我们今天继续第二次讲到关于跟随基督的信息 也都提到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天地的主基督 我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将一段时间再交给主 主耶稣我们再次心里面认同 你的确永永远远是我们的居所 主耶稣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听 你离开愿是为我们预备地方 主耶稣从耿鼓到永远 你是上帝 因此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生命当中的盼望 得着永恒真正的宝着 主耶稣我们深深感到不配 我们怎样能够领受这麽大的救恩 因此我们只在你面前带着一份感谢的心 知道我们不配得 只是因为你的慈爱 我们得以到你的面前 天地的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见到你的尊荣 让我们见到你的崇高 主我们就更加懂得来敬畏你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生命的状况 主耶稣让我们不会对自己的罪无知 对自己的错失 我们骄傲 我们拔虎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内心 能够诚实在你的面前 知道你监察人心灵肺腑 就叫我们更加知道谦卑在你面前 因为知道主要 谦卑尋求你的 你必不轻寒 因此我们到你的面前 你求主耶稣再次临在我们当中 你直觉你自己圣经的说话 你都教导我们光照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蒙受恩惠 今天主啊 保守我们的敬拜的心 不是一个秦礼的心 让我们很愿意诚实的 你都敬拜天地的主 我们同心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我请大家展开刚才读过的 希伯来书第一章 我昨晚很夜 先回到家看日报 看报纸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有一件很大的新闻发生 大家知道 就是两架澳门的船撞船的消息 我看件事都挺惊讶 因为早前我刚刚去完澳门 有一些船隻在海洋当中 很多的危险 特别在一些很朦胧的晚上 更加容易发生意外 我就想回到有些时候 在一些海岸边 看到一些很大的游船 可以停泊在岸边 小时候就不太明白 为何这么大只船 那些海浪不会冲走它呢 可以这么稳定地停泊在一个 中心点呢 后来明白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船铐 是一路坠落去海藏底 然后深深地住在土地上面 以至能够兼顾住那只船 当我今次预备经文的时候 我就上回圣经 希伯来书第六章提及 圣经提到 神给我们福音的指望 是怎样的指望 圣经所给我们的指望 他说好似灵魂的铐 既坚固又牢固 且伸入万子之内 去到至圣所的里面 神经提到 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很坚定 是确实的 好似灵魂的铐 又坚固又牢靠 而且进入到神 给我们永远的同在 就是至圣所 就是万子之内 因此各位电影子妹 我们所承受的救恩 不是那些 此事而非的救恩 不是七时就这样 八时就这样 随时变化 不是 是兼顾牢靠的救恩 是因为神 藉着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藉着天地的主 所带给我们的救恩 而圣经希伯来书 就不断地告诉我们 所承受的救恩 就是确定的救恩 因为藉着天地的主 耶稣基督而领受 因此我们今天一切思想 圣经怎么办 给我们知道 这份确定的救恩 是怎样的救恩 大家请看第一章 我们首先思想的就是 神迹了祂的儿子 祂主动地和我们 来说话 和我们沟通 在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下期权的救恩 我们下期权的救恩 我们下期权的救恩